爱! 方熙叹息一声,随手就将装了天妖之气的两仪管丢回本体那边。 早在来研究所之前,他就有所准备将洞府中的一切痕迹销毁。 到了此时,他身上清洁溜溜,什么天妖之气、真魔之气,进阶转移到了三仙宗苦修的本体之手。 九州界只剩下外道原因一个,纵然被灭掉,对方熙的损失也不算太大。 这九州界终究水太深。 方熙坐在躺椅上,略带一丝沉吟,我之前设置了几个防火墙或者说警报,有人提及按月交之时,便是一个明显的信号。 除此之外,还有精益父子,那边也是明面上的靶子,一旦被查,代表我也有可能暴露。 秋风未洞缠先知,方熙此时便是察觉到了一点危险。 正因为如此,他才试探地提出借用量子干涉显微仪,而陆导师竟然答应了。 他坐下没有多久,实验室大门就被打开,齐彪带着两位安保人员走了进来,张火华,你的是饭了。 他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微笑,连头上紧剩的几根发丝都显得潇洒不羁,似乎已经可以看到张火华惊慌失措的嘴脸。 对面,一股恐怖的元鹰威压猛地爆发。 元,元鹰,不可能。 齐彪心中刚刚生出一个念头,话语还未出口,就见到张火华轻轻吹了口气。 一道漆黑的阴火浮现,瞬息笼罩他周身。 齐彪的护体灵照在阴火之下,简直跟纸一般,被一戳就破。 继而,他的身形也在此漆黑火焰之中化为一棚灰烬,赫然形神俱灭了。 哼,想死就直说,又何必搞这么麻烦呢? 方兮叹了口气。 那两个安保人员不过结单修为,此时满脸金黄之色,飞快后撤。 似乎唯有躲在陆石鸣身后,他们方能感受到一丝安慰。 呜哇! 刺尔的警报,立即在整座研究所内响彻。 以元气研究所的机密程度,发生了此种恶性事件,恐怕会直接惊动最高防御机制。 方先道工,特别是方先大学的最高预警机制,应该是。 方兮抬头望天,虽然隔着厚厚的金属天花板,但竟然也有一种如芒在背之感。 太阳针火照,白眉针菌,毕竟是方先大学的校长吗? 他喃喃一声。 你,元英? 陆石鸣周身法力涌出,化为一道道迷离的符文,看似弱不禁风,却渗透入四周, 显然也是一种极其厉害的法术。 他望着这位得意弟子,脸上满是各种难以置信的表情。 显然根本想不到,自己的学生张火华,早已被魔修夺赦了。 陆导师,抱歉了。 方兮微微一笑,露出洁白的牙齿,其实我一直是我。 陆石鸣顿时沉默,他想到了方先道主占卜所得的预言, 莫非九州界的大难,竟然需要一位元英老魔解救? 不,这不可能。 陆石鸣一抬手,一枚镜子浮现而出,此乃他的本命灵宝,悬扬镜。 就在这时,有一道温和的声音,在诸多研究员的耳边响起,且慢。 一道顿光飞速接近,现出其中一位慈眉善目,满头银发的老者,一双长长的白眉垂落。 藏主 校长 一杆修士纷纷行礼,顿觉有了主心骨。 毕竟来的是无尽藏主,白眉真君,方先道公道主之下,最有实权的三位大修士之一。 行了,你们都下去吧。 外面有精神系的张老师,他会帮助你们忘掉这一切的。 白眉真君笑呵呵道, 昔,删除录像,不得留下任何记录,这是最高指令。 遵命 一道冷酷的声音响起。 陆时明见到白眉真君如此处理,不由诧异,藏主。 你也退下吧,记得保密。 白眉真君笑呵呵地让陆时明退下,望着方兮,你是当日与剑南真君交手之人吧。 没想到,竟然来读了本校的研究生,也不知道跟老夫这个校长打个招呼。 此时研究所内,似乎只剩下方兮与白眉真君两人。 校长恕罪,毕竟我也不知你们会如何对付我。 方兮歉意一笑,不过我相信,在我们双方的努力之下,应当能为九州界带来和平的吧。 哈哈,希望如此,你跟我来。 白眉藏主燃烧一道浮路,继而虚空破碎,形成一条银色的通道。 他当先进入其中,还向方兮招招手。 方兮仗着外道原鹰不怕死,自然无所畏惧,同样走入其中。 一阵传送之赶后,他便来到一处云端。 俯瞰之下,可以见到下方的山川河流,郁郁葱葱,不远处还有高楼大厦。 此地,太阴太阳之力有些不对,过于微弱了。 这竟然是一处动天伏地吗? 方兮神识一扫,感受到虚空的脆弱,甚至隐隐给他一种山海珠的感觉,顿时了然。 他与白眉真君沿着白云构建的台阶射击而上,就见到一位盘膝坐在云床之上的俊秀少年。 拜见道主。 白眉真君率先行了一礼。 原因大圆满。 方兮心中略微一礼,也跟着行了一礼,见过方先道主。 方先道主眸子温润,微微抬手,不必多礼,道友可是来自另外一届。 此话一出,旁边的白眉真君心底就有些震动,不过很快便接受了。 毕竟九州界之前时常连接各种小界,其实跨界移民都有不少,此种事早已见怪不怪。 它略微震动的,是如今天魔之门中,莫非还能再出跨界移民吗? 不对,如今降界的是古魔界,莫非还有其他小界同样也恰好在附近,形成了通道与缝隙。 正是。 方兮没有什么好隐瞒的,大大方方地承认了,本人见九州界为魔族荼毒,着实于心不忍,想与道主做一桩交易。 白眉真君嘴角略有些抽搐,一句你也是魔修就差点出口,不过他涵养极高,硬生生忍了。 但说无妨。 方兮道主笑道,虽然如今摊牌似乎有些早,但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。 我可以提供一份天妖之气,完成天地元气的粒子研究图谱。 方兮道,当然,不是现在。 若现在就给,对面一下冒出数位化神,然后反悔,方兮除了干瞪眼之外,也没有其他办法。 道友有何条件,不妨直说,白眉真君却有些忍不住了。 他自然知晓天地元气粒子图谱完成的重大意义。 那也是他的化神机缘所在。 甚至相比于随时可能灵机移动便突破的方兮道主,白眉真君,涂魔真君等大修士,若没有这一份化神机缘,未来道徒才会十分艰难。 毕竟论天资、悟性、方兮道主都远超他们。 纵然他们拿到方兮道主如今的修炼条件,也不可能走到距离化神只差一丝的地步。 痛快。 方兮掰着手指头,第一点,必须支援我一台超算,我还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。 第二点,增援我的修为,至少要突破原因后期。 第三,等到将来发动之时,我需要涂魔真君,配合演一场戏,至少瘫痪十二元臣,都天神煞大阵数个时辰。 这,白眉真君两条眉毛都似乎纠结在一起,元神法器岂能轻动? 不要着急,还有最重要的一点。 方兮微微一笑,等到我原英后期修为之后, 你们还必须为我打造一件元神法器,或者送我一件五阶通灵之宝。 什么? 白眉真君气急返效,区区一份天妖之气,便想换元神法器。 至于通灵之宝,整个方仙道工也只有道主手上这一件。 其实,我更想要通灵之宝,若道主肯割爱,也未尝不可。 方兮摊摊手 相比于动不动就要损坏,需要时常养护,维修的元神法器,他当然更希望获得通灵之宝。 方仙道工乃流浪九州计划的核心,乃是所有人族最后的退路,不能交给你。 方仙道主,道士十分心平气和,至于赠予你一件元神法器,道士可以考虑,你的顾虑我也十分清楚,若没有能略微抗衡化神修士的底牌,大概也不愿交易。 方兮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,没想到这方仙道主竟然就直接答应了。 他原本还想将关闭天魔之门,也当作一个筹码拿出来说呢。 结果还未开始谈判,对面居然先头了。 方兮自然不知晓,方仙道主早已占不过,因此容忍度颇高。 既然如此,等到我何时拿到元神法器,自然会交出天妖之器的。 他接着道,还要有一条黄金历史生产线与备件工厂。 对于在南荒如何布置元神法器的问题,方兮这段时间经过思考,勉强得出一个方案。 那就是完全智能化维护。 简单而言,首先将太医培养出来,统帅全局,然后配备大量黄金历史与纳米机器人,再储备大量灵部件。 一旦出了问题,便由太医控制黄金历史前往更换灵部件维修,只要多多准备一些灵件,至少能维持数十数百年。 至于数百年后,到时候他大概早已晋升化神,这元神法器也就没什么用了。